这是一棵日本枫树 在今年春天的时候 我介绍过这个日本枫树 就是用个小棍把它抬高 这样的话它有利于它长得更高 尽快的长得更高 这是一个什么品种呢 这是一棵 仔细看 它的这个叶子的纹理很清晰 它的叶子是黄色的纹路 都是绿色的 看一下标签 这是Sister Ghost 这个Ghost系列呢 就是有这个特点 这个Ghost系列有绿色的 也有粉色的 或者是purple 紫色的 这是一个养花园艺的频道 欢迎订阅 这颗日风呢 长得还算比较满意 现在是7月中旬 这里是多伦多 它的生长已经 新枝的生长基本停止了 叶子也变得比较硬实 然后这是它的新枝条 这一枝从春天从这地方发的新枝 长出来长得这么长 从这个地方长到这个地方 大概有将近20厘米 那么仔细观察它的 它这个叶子的根部 实际上里头藏着一个雅点 那么它明年春天的时候 会从那个雅点再长出新枝来 讲话它会越长越茂密 今天我要对这个日本风树 做一个大胆的操作 我要干什么呢 我要把它的叶子全部剪掉 现在是7月中旬 多伦多 剪的方法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儿 刚才我说了 它的叶子和茎连接的部位 有它新的芽点 按照自然情况呢 应该在明年春天从那里长出新芽 今天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把它的叶子剪掉 再强调一点 我已经检查过 它没有任何新的增长 没有新的雅点继续长 因为有的日本风树 它会不停地长 它会长生长期很长 这个它已经结束了 它今年的生长 那么它的茎呢 也是比较结实的了 也就是比较成熟的了 好了 这个就剪完了 光秃秃的 一片叶子都不剩 这种方法呢 不是我自创的 是从网上文章 还有书本上 看到别人这么做 学来的 这种方法叫做defolage 就是去叶 在它第一批叶子 长完以后 那么去掉会 剪掉它所有的叶子 好像是要全剪光 这样的话可以促使它第二次 给它一个第二春 让它那些 已经准备好 明年生长的小芽 今年就长出来 可以增加它生长的速度 这个品种的日风 它的学名叫Acer palmitum 对于其他的Acer 其他的风俗 是不是有类似的习性 特点不知道 至少对Acer palmitum 是适用的 这个是如果你要是认识 日本园艺师的话 他们都应该知道 剪掉所有的叶子 时间很关键 第一要确保它成熟了 准备长第二批叶子的时候 枝叶的时候 再剪 也不能太晚 太晚的话 新长出来的嫩枝 无法过度 这种方法呢 是有风险的 你剪完叶子 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 所以不建议 大家轻易尝试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 或者是两个目的 第一是让它 多长木本的枝条 第二 因为很多日本枫树啊 它的新叶子都非常漂亮 嫩红啊 嫩粉啊 嫩黄啊 漂亮极了 所以为了能够第二次 欣赏它美丽的枫叶 很多日本园艺师在日本哈 他们都 做这样的事情 新的枝条 应该在三到四周 就可以看到生长 也就是说 现在是七月中旬 也就是说 到八月中旬左右的时候 应该可以看到的 新芽发出来 好了 我这个日本枫树的特殊维护 今天就说这么多 这是一个养花园艺的频道 欢迎订阅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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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